首先来看一组新闻资讯 本周二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举行了 中国新的出入境管理法和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条例宣介座谈会 请看记者发来的报道 主要目的就是我们这个新法 从今年这个实施以来 刚这个出入境管理法实行从7月1号开始 但是管理条例是从9月1号开始 所以说我们这个实行不到一个月 我们主要是有这样一个目的 主要一 所以说这个出入境管理法的这个出台背景和它的这个意义 另外一个呢 就是说解释一下 宣介一下我们这个管理条例的具体做法 我能问一下这个关于这些访问签证 我们有提到这个资金担保的这些问题 有没有资金上面的要求 你是申请什么样的签证 访问的签证 这个国内把我们跟外国人一样看待没什么欺骗 实际上的欺骗很大 对 这次你帮我去研究这个条例以后 你会发现欺骗的 对我们华人确实是有一个很大的提前 对我们华人确实是有一个很大的提前 对我们华人确实是有一个很大的提前